大學城市設計這個計畫 計畫辦公室成立到現在已經一年多的時間了 那計畫辦公室除了了解各個學校目前辦理的情況 也到各個學校去做諮詢服務之外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我們有很多的子計畫在研發各種不同的教材 那今天是我們第二年的成果發表會 也是我們各個子計畫呈現他們一年來努力的成果的機會 我今天很高興可以透過各個子計畫的發表 來介紹給所有的學校我們這一年多來的努力的成果 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可以有更多交流跟學習的機會 也讓各位就是所有的學校的回饋 讓我們計畫辦公室的所有的分享子計畫 可以未來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很高興這一次能夠籌辦這一個聯合 種子教育訓練的活動 每一個課程的設計者每一個分項 他們都設計得非常棒非常精彩的教材 然後也都會做種子教育的訓練 那我們這一次把它統統規劃起來 一起在豐甲大學這個地方來舉辦 這樣一個種子教育訓練的一個課程 我今天覺得還蠻高興也有這個機會來到這邊 然後也替很多講師來分享他們教學上跟教材怎麼去設計 然後應對課程中應該怎麼去解決學生問題怎麼去教 那我覺得這是不錯的經驗 今天是我第一次參加教育部推動城市設計 這個社群的一個成果分享 那參加下來覺得看到這麼多人在為這個城市設計而努力 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我自己是非資訊類科系的老師 那也覺得學了這些東西很好 可以帶回去幫助我們的學生 在融入我的自己的課程裡面 讓他們能夠多一點城市設計的概念 甚至應用這些城市設計 或者是網頁設計的知識 在他們日後的職埃上面職場上面可以應用